那在疫情之後呢 中國第一個比較高階的訪問團 最近來到台北 他們主要是來看登傑 他是上海市的市委副書記 可是這幾天的行程呢 這兩前兩天的行程呢 卻把新聞界跟所有的台北市議員 搞到一頭霧水 因為常常在換行程 而且常常不開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現在連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都已經看不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報導 至少有準備要跟上海方談什麼嗎 會不會討論雙神論壇 上海市台辦副主任李騷東 一行人到台北參加台灣燈會 三天兩夜快閃 二十號最後一天 一早特地拜會北市府 但市長蔣萬安不只低調不多談 更沒有親自接待 各位貴賓請往裡面走 接待層級 直到市府副秘書長 據瞭解這場會議九點半開始 由市長蔣萬安 副市長林憶華 副秘書長王秋冬 文化局長蔡詩平 官傳局長陳淑慧 以及市府參事楊慶輝 跟上海方李騷東等六人會談 但一小時的會議 蔣萬安只待了半小時 就以有其他會議為由 先行離席 知道有聊到什麼嗎 有聊到什麼 就連離開時也刻意向後走 遭質疑就是要刻意避開媒體 他擔心跟上海團太平凡的在一起 怕銅框 怕被拍到 這樣子蔣萬安跟國民黨 都會失分 會失民調 不會 市長親自接待 而且在這個會談中 一切都非常平順 而且順利 雙方就這個城市交流部分 有一些這個談論 市府強調沒閃躲 更已經就今年度的雙城論壇 展開討論 有一些不錯的貢獻 那市長也指示 由林毅法副市長 進行後續的聯繫跟溝通 上海團三天兩夜賞花燈 就算市府強調單純對等 但從前期行程安排 到抵台後參訪拜會 都被詬病不夠公開透明 也讓外界對車場交流 留下更多疑點 臨時更改行程 這個我們當記者 當過記者都知道 最怕臨時更改行程 特別是電視台 因為你知道 SNG車架個訊號 都要提前作業 這是十八號 他前天禮拜六到 原本晚上八點 要參訪東區上海花燈 因為這是上海 好像有一個花燈 在這邊展開 花燈區 跟國務經驗館所在的主燈 沒有想到提早兩小時 原本八點要去看 結果六點就看完了 你根本來不及 讓守候的媒體鋪空 上海團形成大搞黑箱 行蹤沉迷 所以建議員 你 你有他們的行程嗎 有公布嗎 我們臺北市議會議員 很多人調 調不到 為什麼 這是國家機密 要低調 安全 單純 總是推給陸委會說 低調 安全 單純 那低調低調到你行程不讓我們知道 其實大家都知道 蔣萬安他本身他的阿公跟阿祖 一直要我們反攻大陸 解救大陸同胞 那當然要跟對方 對對方來講是要有敵對 而且是要主張我們自己的權利 但是蔣萬安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他跟他們碰面 某部分對蔣家來講是失分的 第二個 以照整個行程來說 如果說你的行程跟跟我們講 你要變更 你讓所有的媒體知道 這才是合乎常理 為什麼提早兩個小時 那很奇怪的 你是在怕什麼 或者是說 你這次來的目的 是民修戰道暗渡陳昌 你們到底來是要說什麼事情 還有一個問題 你說變更行程 不意外 北意中心 為什麼你要變更到北意中心的時候 民意代表我們議會來監督你行程 藍綠跟你要不到 但是誰會知道 統派的會知道 支持我們歡迎你 我們支持兩岸統一等等的人 居然可以到場聲援 要劃給誰 劃給他 還是說蔣萬安你的行程 只是給那些統派的人 給我們這些民主進步黨 或者臺北市議會 你都不願意給 我覺得這個部分 不要老是用所謂的低調安全 單純這個當藉口 事實上低調 低調到人的行程都不見了 蔣萬安你這樣對臺北市民 交代不過 你要跟人家見面 見面到一半就跑掉 我告訴你 雙城論壇 就是柯文哲的時代的產物 雙城論壇 這個論壇 我們也說 飛機先不飛 然後先不來恐嚇我們 你才可以坐下來 雙城論壇 但是現在你們家的惡靈區 拿著刀 拿著槍 拿著火箭 來對付你 對著你 然後告訴你 我要在你們家大廳走走走 走到離樓 不可以跟你說 走到便宿 住戶室 不可以跟你說 走到庭院 不可以跟你說 請問我們還在離應外合 那你到底在怕什麼 他是跟你們家鄉下的人 你應該站在保護我們家家裡的人 你不應該再去配合說 沒關係 你做你看 房間你走去看 我當初我不知道你走去我房間 你走去我便宿 我當初不知道你走我便宿 請問我們這個丟臉丟大了 跟觀眾朋友做個更正 我剛剛講說 他不是上海市的市委副書記 層級更低 臺辦副主任而已 李肖東 真的層級蠻低的 所以范老師 他講 蔣萬安講說 依照陸委會什麼叫做低調單純安全 但是陸委會有講說 有建議台北市政府應該公開透明 那你為什麼公開透明不聽 沒聽進去 只聽進去低調安全單純 他為什麼要突然改時間 然後要行程不公開呢 我覺得這個看出來 蔣萬安這個人就是吃這個野養 吃那個野養 他就是說他又他也知道 就是說這個時候邀請這個臺辦的副主任 來其實並不好的時機 你看他們從松山機場出來的時候 旁邊的隨護人員是整排的 而且拿什麼 拿雨傘 他怕有人丟雞蛋 然後他為什麼在這個燈會 他們這個團是本來是八點提早到六點 就是來一個突然 你記得來不及拍 可能有人要去抗議的人來不及去 表示蔣萬安知道這個李小東來 其實是有爭議的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覺得有爭議 就不必邀請 我認為李小東來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是做賊嗎 我們到哪裡去 好像見不得人 也不能受訪 連受訪都不行 然後神神秘秘的 怕東怕西的 幹什麼呢 就是我來 好歹我是上海台辦副主任 對不對 你讓我正大光明的來走大陸開大門 怎麼搞得跟小偷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 我認為那個台辦的人也不爽 你覺得來隔壁如此 而且你要邀請 你就有誠意的邀請 來者自客 對不對 要好好的對待人家 結果這樣子用這個方式 那你乾脆就不要邀 而且來也沒有什麼實質功能 你說什麼討論雙城論壇 那個視訊都可以 我看他們都去參觀 什麼燈會 什麼北藝中心而已 我覺得那個東西 他也沒有達到 他也沒有一定 在這個時候要來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賈王安要邀請在這個時間點來 那製造了很多的 不必要的一些困擾 跟那個二零 我記得二零一五年 那個朱立倫 可能要去中國訪問也是一樣 那時候他剛剛要當連任的新北市長 他一直猶豫 他要不要去選這個總統 所以我覺得 朱長看起來 賈王安就是另外一個朱立倫 他們兩個的人格特質 都非常的國民黨 所以范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是朱立倫 不是 蔣王安的臺北市 這種恐嚇李 李消東說 你們不要出去 外面都報名 會打你們 為了你的安全 不要出去亂跑 也有可能 有這個可能 其實荒哥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臺北市民 我覺得蔣王安在這一次 有一點可惜 這應該是當成他跟兩岸 第一次接觸的一個起手式 第一個舞臺 就是他的第一個舞臺 是 就是偷偷摸摸 然後躲躲藏藏 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 以一個臺北市長的之姿 把這個遠道而來的 你不管叫他是朋友 或者是說 大家剛開始要有點化解 一些不同意見的一些訪客 都好 你應該是要以這樣子 我是主人 你是客人 開大門 來讓大家認識他嘛 可能我們有一些市民 或是我們有一些人 對你們中國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你們應該反而趁油這個機會 公開透明 讓人家知道說 沒關係 我們臺北市 可以作為表率 可以跟人家這邊 國台辦這邊 做一個好朋友 做給大家看 但是他現在所呈現出來的 反而是讓人家覺得說 你們是不是有黑箱作業 你們是不是私底下 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好像不可以讓別人所知道的一個活動 那這會讓臺北市民對於第一個講萬安你自身本身的能力有點質疑 第二件事情對於這一次一個所謂雙方會見的一個敗會行動也的正當性或需求性有點不理解 有如果真的是很需要的話 那怎麼會都不用不用不用做給大家看 不用講清楚 那你到底這一趟來的目的是什麼 是你講萬安純粹給人家朋友嗎 不是吧 你應該是以臺北市長的身份 來跟他進行一個交流吧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一件事情是講萬安 本來大家就會認為 其實應該很多人就有點擔心 聽他說他上來之後是不是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獨斷 就是做主 沒有辦法展現他的一個所謂的執政能力給大家看 確實這一次我覺得他錯失了一個良機 反而會更加深 大家會認為說 講萬安好像是後面的人 有一些淫武者 可以出來浪一下 然後就怎樣 叫他怎麼樣 會讓人家有這樣子的憂慮存在 有什麼好想要的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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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